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一连四方 把九子夺迪当中 这印题的故事讲完了 有好朋友私信我说啊 你还有很多小细节没讲啊 哎,咱要这么深究下去 这每个皇子的故事啊 太多了,这就没头了这个 咱们之后的书里呢 或者是啊,在故事中能够提到印题 或者是咱们去和印题相关的古迹拍摄 咱们都会啊 在稍带手的提一两个小典故 您放心啊 好玩的故事 学徒我是绝对不可能给您落下的 那今儿咱们要说谁啊 那今儿啊 咱们要说一位在九子夺迪当中 更为关键的人物 这位二个呀 就是雍正皇帝自认为最大的政敌 也就是九子夺迪当中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那个八爷印四 自康熙晚年 一直到雍正初年 这八个呢 在朝臣当中有个美好 您一听啊 您就知道 为什么雍正皇帝视他为自己最大的政敌了 这八个叫什么呀 大家都尊称八个为八贤王 哎 在这儿啊 咱不妨插一个选择题板 您知道那会儿 这满朝文武的都管这雍亲王叫什么吗 来来来 咱们不妨啊 在公屏上互动一下 咱们这段书开出来啊 既然要说八个 咱们就有必要啊 聊一下这八个的生母 八个的生母啊 是梁飞卫士 因为最近几年 几个热播的清宫戏的缘故 所以呢 很多这个年轻人 就认为这卫士啊 是后宫戍妃当中 立志的典型 为什么呀 因为这梁飞的出身呢 很低 那这梁飞是个组吗 个出身 梁飞呀 他出身新者库 这新者库啊 一听着名字 您就能领会到其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儿的人呢 都是干重体力劳动的 那么什么人 要去做重体力劳动呢 哎 那当然是罪人了 康熙晚年 康熙皇帝和八个印寺傲气 这父子二人的关系呀 几乎降到了冰年 在那个时候啊 康熙皇帝也经常 以印寺母亲出身 低贱为由 借此来贬低印寺 那么卫士的家族 是犯了什么错 才被贬到新者库最急当中呢 哎 这说法啊 就不一了 有一种说法啊 说这个卫士 是满洲整皇旗包衣 内管领阿不奈之女 那他们家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呢 阿不奈呀 是皇太极时期才投靠的大清 这梁飞他们家呀 是绝禅士 可是到清晚的时候啊 改姓 伊尔根绝罗士 您要是查看很多民国时期的档案啊 那里边显示这梁飞啊 就是伊尔根绝罗士 自这个卫士的爷爷胡柱开始 一直到他的爸爸阿不奈 他们这一家子 都做过御膳房的总领 也就是啊 这皇家的厨子头 可是啊 就在这阿不奈管御膳房的时候 出屁了 货最急 被编入了新者库 那这厨子能犯什么错啊 厨子不能犯错 您没听说那句话吗 这厨子不偷啊 无骨不收 大到苛扣饭金菜金 从中吃拿卡要 收受贿赂 光小了说呀 下班之后 吹加一块酱牛肉去 这都是有可能的 哎 甭管怎么说吧 我估计这厨子犯错啊 跟谋逆作乱呢 肯定是不挨着 也就是干点这偷鸡摸狗的小事 那这绝馋事 怎么就姓魏了呢 这很有可能啊 是明末时期 汉满杂居 这满人啊 通常都喜欢给自己 取一个汉性的缘故 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卫士 他不是满洲人 是蒙古人 在这种说法当中啊 这梁妃 不是厨子头 阿布奈的闺女 是谁啊 是蒙古亲王 阿布奈的闺女 这位蒙古亲王 阿布奈呀 和顺治皇帝 是表兄弟 怎么个表兄弟呢 因为这阿布奈的妈呀 是皇太极的闺女 顺治皇帝的妹妹 这康熙皇帝的亲的姑 是下嫁到蒙古的公主 后来在这康熙皇帝 平定三番的时候啊 这阿布奈不甘寂寞 起兵造反 可是无奈呀 他力量太小 三下五除二 就被这朝廷剿灭了 于是这家人呢 就被逮到了北京 冲到了新者库当中 这两种说法啊 按照第一种来说 这卫士呢 就是个厨子头的闺女 若是按照第二种说法 那卫士了不得了 这亲王阿布奈呀 那可是黄金家族的血统 林丹寒的后人 人家可是姓博尔之金的 可是这话呀 又说回来了 您都拎拎到新者库了呀 姓什么也是白搭 在这儿啊 都是最级 不过呢 有一点是值得要交代一下的 这卫士啊 虽然出身新者库 这新者库最急出身 也确实是地位低贱 不过这梁妃 也是新者库出身的嫔妃当中 第一位做到妃位的后妃 其实关于梁妃出身的这种分歧呀 完全就是因为 这内服新者库当中 有两个阿布奈 这就跟那前一阵子 咱们讲惠妃的时候 惠妃的出身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是一个意思 就是因为清楚 很多官方文档的缺失 大家呀搞不清楚 这位娘娘是同名的两个人 谁的闺女了 还好啊 这梁妃跟惠妃不一样 梁妃的爸爸 不管是谁 也逃不出新者库最急去了 那是不是有人就纳闷了 说咱们既然要介绍这八爷印刺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 去介绍他的妈妈呢 这到后边啊 您就明白了 因为这八爷 最后命运多揣 和他的母亲身份低贱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出身新者库 地位卑贱的卫士 是怎么才能上位为妃的呢 首先呢 就得给皇上生个儿子 可是他生儿子 可不是这卫士 一个人就能办得了的事 这后宫家里如云 您要想让皇上临幸您呢 那就得有点个别另样的 这卫士娘娘啊 靠的就是一个字 美 至于这梁妃长得有多美 我不好说 不过梁妃的美艳啊 已经传到了民间了 在这个清末民国初的时候 有这么个老骰头子 是清朝的遗老 没留下真名实姓啊 叫燕北老人 这老头就爱写点什么 宫为密室啊 宫廷燕史什么的 他出了一本书 叫清代十三朝宫为密室 这书里啊 是这么形容卫士的 美艳冠一宫 宠幸无比 而且体有一香 喜之不去 即使唾液 一寒芬芳之气 这学徒我呀 他是个正经人 按我脑子里的想法啊 这燕北老人呢 那惹定就是康熙 为什么呀 因为这体有一香 喜之不去 唾液一寒芬芳之气 这种事啊 那只有康熙一个人知道 别人怎么知道去 咱们不是讲历史故事吗 咱们离这香艳远着点 以免啊 被和谐了 诶 这卫士啊 就靠自个这点看家的本事 博得了胜券 于是就在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这一天 在紫禁城的后宫里 八个印寺 姑姑坠地了 怎奈呀 还是因为这卫士出身太低的缘由 这老八呀 刚一出生 便被抱到会妃娘娘那儿 由会妃抚养 这会妃是谁呀 这会妃呀 就是大个印之的妈妈 这老八呀 刚一懂事 就明白自己和其他的皇子不同 因为自己的妈妈出身不好 所以这老八印寺 活得就倍加小心 不管和谁呀 都是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的 在自个爸爸的面前呀 也是极力的表现自己 在康熙皇帝 平时带领皇子 去打猎的过程当中 每次啊 这八个表现的都很突出 年纪轻轻啊 打的猎物就和他的大哥三哥一样的多 并且在棋树上边 这八个印寺是尤为出色 十三岁的时候 就能帮着爸爸驶马 也就是啊 外分蒙古进过来的两马 这八个将会一一驶齐 挑选出优等的 才能进献给爸爸使用 您想想啊 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人 不单是在皇子当中 就是在八旗的勇士当中啊 这棋树啊 应该也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 康熙四十七年以前 在皇儿的眼里啊 自己的这位八儿子 那绝对是众皇子当中 出类拔萃的 于是啊 在康熙三十七年 三月初二的时候 康熙皇帝第一次分封皇子 这八个印寺 就与皇四子 皇五子 皇七子一同被封为了贝勒 是当时皇子当中啊 最年轻的一位贝勒爷 不但如此 印寺的妈妈 那位卫士娘娘 也从梁平开始 一步一步被禁封为了梁妃 这梁妃娘娘 最终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儿子 终于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不单皇上喜欢八个印寺 在宗室当中 印寺的声望同样很高 战功赫赫的老玉亲王福全 那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哥哥 也曾经这样评价八个印寺 心性好不误金夸聪明能干 品行端正 亦为储君 这里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意思就是说呀 选皇帝当选这样的人 在满朝文武当中 这印寺也唠了一个 朴实及正气的名声 不光如此 就连他的政敌 雍正皇帝也曾经说过 印寺若肯实心办事 不误皆所为忧 论其才具操守 朱大臣无出其佑者 您看就连印寺都说 论办事啊 这老八天下第一 我想这个时候 这夺嫡的心思啊 在老八的心中 已然开始慢慢发芽了 因为这老八平时的行径啊 不光是买爸爸好 买宗室好 买满朝文武的好 这会儿的老八呀 已然着手 在民间也要博得好名声了 他派自己的老师何卓 到南方 却大的藏书家和学者的家中 去购买书籍 他这明显是在江南读书人当中 散布自己爱读书 喜汉学的名声 这明显是在给自己的贤德 制造社会舆论 并且呀 在制造社会舆论这方面啊 这老八是非常在行的 他这招啊 从康熙晚年 一直使用到雍正初年 大概其最终的结果 圈禁致死 也和此等心机有关 那么是什么让印四 从这个有夺敌的小心思 到驾定决心 结党营私 直夺皇位的呢 这就得说到 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王朝 最动荡的那个年头 就在康熙四十七年的年初 太子党的首领索魔徒 因为涉嫌谋逆 被康熙皇帝所拿关押 黄三子郡王印旨 黄八子贝勒印四 奉黄命神礼此案 在审礼的过程当中啊 这印纸是怎么想的 咱们这段书里啊 它不关键 早就愧似楚位很久的印四啊 他就发现其中的端倪了 原来这太子应仁 不光结党营私 而且啊 这太子党 还有意谋逆 皇上爸爸 另公开彻查此事 那就是证明 太子即将被废 再想想自己 在父亲 在朝臣当中的好口碑呀 这个时候的老爸呀 已经心圆意玛的 有点飘了 这可正是 搏一搏自行车换摩托 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呀 于是这印四啊 台前幕后 搞出了不少的小动作 这一回八爷印四 神里索恶图 动了夺迪之心 下一集精彩回目 皇长子印之 宝举老八 才落得个双双圈进 综人府 拜拜